哈喽,大家好,我是行者木然 我现在在黑山共和国的南部普拉夫 这里呢,接近于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边境上的一个农村 在这里今天住的是第三个晚上 这个农村太舒服了 我发现整个黑山的农村都挺舒服 那主要呢,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黑山共和国 它一共人口就是65万 全国只有65万人口 所以生活在农村或者是生活在城市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即便是城市呢,看起来也是比较小的 就跟一些镇子差不多 所以他们叫做城市 我们来说就像小镇子 因为人口不多,国家不大 生活在农村相对的跟城市的便利性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所以呢,他们很多人都很乐意去住在农村 因为在农村呢,可以享受到更好的自然环境 然后网络呀,交通呀,什么都很方便 即便是这个黑山共和国整个国家呢,百分之八十左右都是山地 要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都是要翻山越岭 走很多的山路 但是正是因为它多山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形特质呢 造就了这个国家 风景绝对是绝佳的 那好,这期视频呢,我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农村 看一下他们这个农村人和人之间 就是房子和房子之间 邻居之间住的距离有多远 另外看一下他们这边的农村人是怎么样去打理他们家的院子的 还有以及这边农村人的家里面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边的围墙呢,都是这种 他们习惯用这种铁栏 铁栏杆啊,这种网状的篱笆去做这个墙 不会说是建成土砖墙的那样子 也不会挡光线 阳光会,采光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看这边的房子 邻居和邻居之间的距离 不是很近 但是也不是太远 因为这个小村子 整个这个村子就没有多少户人家 我大概粗略地看了一下 整个村子也就30来户人家 20来户,30来户人家 而且这么大的面积 所以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比较大 然后呢,这边的每一个家庭的院子都超级大 我住的这家 我觉得它的应该生活水平在他们这个村子是属于中上水平 他们家的院子超级大 三栋房子稍微大一点的 还有两个是比较小一点的房子 主人呢,是住在这个正中间的这一栋 然后其他的房子都是用来出租 有时候短租,有时候长租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呢,靠近一个国家公园 所以来的人呢,没有大型的酒店 所以他们都会选择这样的民宿去住 房东人特别热情 因为前天我们进来的时候 那个房东说 哇,你们是第一个到我这里住的中国人 哎,他们就很好奇地问是不是中国人 我们说是中国人 他就说,哇,他也欢迎中国人 说是你们是第一个到这里的中国人 很惊讶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因为中国到这个黑山要办签证比较麻烦 所以来的人可能相对会少一点 好,我们继续往里走吧 这个就是房东住的房子 就是这么一栋 大家不要看 从外观上看 他这边的房子 这边呢,他麻袖随小,无脏俱全 就是他的区分的空间是特别的舒服 一会儿呢,我到我住的房子给大家介绍 因为主人住的房子 我不是方便进去的 好,进来看 一个超大的院子 这边过来 整个院子种满了草 都是,如果说是按照我们的传统 这么大的院子 把它用来种菜,种玉米,种土豆,种什么不好 但是这就是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的思想 你看,他们全部用来种草 撒满了野草籽 然后这个小的白色的小橱菊 开的整片院,整个院子都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一看,看过去 哇,这好像是荒草一片 但是稀稀的一看 它呢,长得还并不说是杂草丛生 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很明显这个小橱菊是它种上去的 并不说是它也长出来的 还有你看它这些 这边呢,有一条线 它这个是前不久应该是刚刚除过的 这边欧洲人的院都会习惯在院子里种满草 然后每天就干不完的活 每天弄个除草机 然后去定期的把这个草除一下 然后为什么要去除呢 因为有时候你看像现在这个季节 可能会蛇呀,一些小动物会比较多 它在人活动的范围内呢 就尽量除一下 这样的话,蛇呀什么的也不至于过来 一边长杂草的这个地方 这里面肯定是有蛇 因为我昨天到后山那边走 就让我碰了好几条蛇 这样的话,动物有动物的生存 生存的地方 人有人类生存的地方 这样大家和平相处 是不是挺自然的 这才是真正的住在自然当中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个房主人的应该是孩子或者是房东 他们特别喜欢健身 看一下 这里他们在院子搞了一个健身的 一个天然的用石头做的这个杠铃片 那这杠铃片金属的东西在国内卖也是很按金 因为我健身我知道 要自己买一个器械 这种很重的杠铃片是很贵的 那所以他们就这取材自己做了这个 然后那边还放着一堆 我刚刚我昨天大概试了一下 这一个片差不多在15公斤左右 这个架上这个叫山梅 然后这边种了一些辣椒 然后那边种了一些草莓 好舒服好舒服 房东现在正在那里 这一栋就是我们住的房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这边建房子其实还是挺讲究的 因为它这个是在外面 而且又靠山 如果靠山的话房子就容易受潮 你看他们就用这种方式 就是在下面加了一个大概有个一米 有个一米高的一个水泥 就是先在打好地基之后 在上面建一个一米高的水泥墩 然后在水泥墩上面来再去建房子 这样的话潮气它就不容易上来 这样的设计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再看一下它外面的这个结构 由它搭的这个碗这个角度 可以看得出这个地方雨水还是比较充沛的 不只是在这里 在我们前两天住的那个雪山脚下 那边搭了很多的小木屋 那个木屋它比较利 从那儿可以看得出 那地方一定是雪比较厚 因为只有雪厚的地方 就是它为了防止很多积雪压在这个房顶上 所以它为了减少这个房顶的屋顶的承重 它就会把房子建的比较利一些 这样的话雪下了就不容易落在上面 这边没有那边利 但是也是可以的 而且这边和那边不同 就是这边用了瓦 屋顶上都是红色的瓦 那边主要是用的采钢瓦比较多一些 外形的设计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艺术 还有点日式的那种风格 你看它刷的黑色的这种框框 好 我们进去继续看 你看它的墙面的处理呢 就是直接在水泥墙上面刷了乳胶漆 这样有那种颗粒感 这种就是类似于极简风吧 类似于极简风 是我喜欢的风格 好 进到里面看一下 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 房东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一进门你看一上来这儿 种的一些花 然后这还挂的花 刚好这个季节花已经开了 进到里面看吧 虽然是在农村 但是它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环境 以及这样的屋内的设计呢 是不亚于在城市 进来吧 一进来呢 走进这个房间 这边是一个卫生机 简单但是收拾得非常的干净 一尘不染 然后他们这边打扫卫生 都会用习惯上用吸尘器去吸 不是说是扫的那种 所以也不会扬起灰尘 这边呢是一个小房间 其实这个房间 其实它这边的设计呢 说是可以让四个人住的 我们 就我们住这个房间 这是两张单人床 然后 更棒的就是你看这有个窗子 打开窗子直接外面呢 就是 一片花的世界 远处还有山 蓝天白云 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边呢 进来就是客厅 厨房 加一个主卧室 这边 在欧洲旅行 我的 我订的一会儿 就是不管是从booking 或者是爱北云上面 很容易就可以订到 带厨房的这个房子 这个呢 就是它带一个厨房 一个小小的厨房 因为我们长期在外面的话 还是自己做饭相对 节约一些 相对经济一些 如果长期在外面吃 特别是这种地方 你要想吃饭 必须开到镇子上 开车到镇子上去 那就很困难 不容易找 所以呢 我们随时带了这个 做饭的一些东西 买一些米啊 买一些面 有时候到遇到超市 就添补这些东西 就很方便 就无所谓了 有厨房 有冰箱 还有这边有一个火炉 到了昨天他还问我要不要搭这个 我觉得不是很冷 还可以接受 你看它这收拾很精致 两个小椅子 然后可以坐在这喝咖啡喝茶 然后两个非常干净的床 这边人做事还是蛮认真的一些细节 你看 弄一些篮子 用弄一些简单的花做装饰 你看它墙面上也没有太多的 这好像还是自己用麻布 对 这个画是用麻布上面粘的东西 贴上去的 这边有一个小阳台 出来呢 可以听到鸟叫虫鸣的声音 现在都能听到 非常非常的安静 我们早上起 早上在睡眠中 就是被这个小鸟的叫声 还有虫子的叫声给叫醒的 它这边没有养什么土鸡之类的 就没有那些鸡啊 没有鸡名声 反多是些鸟叫声 我觉得只要你热爱生活 就是无论你住在哪里 无论你住在城市或者是农村 让自己的节奏相对的慢下来 用心去感受 时光流逝的每一分每一秒 自己的每一段生命 都像一个跳动的音符一样 是那么的清晰和清楚的 你就会知道 我的时间到底是用来做什么了 那如果在繁忙的都市呢 每天都是匆匆忙忙 匆匆忙忙而过 可能一晃一年 一晃十年过去了 那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 就不是那么很清楚 很明了了 在我自己的旅程 或者是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呢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慢节奏 非常喜欢慢下来的一个人 闲暇之余 我喜欢喝喝茶喝喝咖啡 看看书 接触接触大自然拍拍照 这样呢 我所经历的旅行的这这么多年 我都是很清楚的 哪一年做什么 做了什么 我可以一张照片 瞬间就可以把我拉回到那一年 拉回到那个美好的时光当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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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